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是8月27號 我們來看 兩則科技午報跟一則 我把它變成什麼 5倍券 到底怎麼理 然後有很多人QA 我也順便幫大家做一下功課 然後這QA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大家應該蠻有興趣的 本影片由傑生通信贊助播出 我們來看第一則 據大陸知名的爆料者 叫馮蘇 他叫馮蘇 他近期有指出說 這次Apple Watch S7的表面會更大 分別來到了41公里跟45公里 用來取代Apple Watch S4以來 他們原本的兩個尺寸是40和44公里的尺寸 但是他有強調一點就是 錶帶其實是共用的 然後額外有媒體也有指出說 Apple Watch S7 也會有多色的鋁金屬的錶殼 對比像我這個是S6 它是什麼 它是推藍色的鋁金屬的錶殼款式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消息是正確的 你們有一些錶帶就可以留著 因為是共用 那我相信也是有可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這次變成一個直角邊框的話 等於是表面這邊有變化 但是在下方這邊跟錶帶的部分 它是可以共用的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合理 這樣對我們來說 就不用額外再花錢去買錶帶了 我們就等發表會吧 好第二則近期年已經有媒體報導說 國外的電商平台已經曝光了 iPhone 13全系列的上架時間 包含iPhone 13 mini iPhone 13 iPhone 13 Pro跟iPhone 13 Pro Max 均會在9月17日正式發售 這是外媒的一些新聞 但我個人覺得是不會這麼快 應該是9月17日會開始預購 但正式開賣的時間 我個人還是秉持自己的觀點 在9月24日才會正式開賣 但隨著這個消息出爐以後 就有網友也曝光說 你看喔 這個很儀式 iPhone 13跟iPhone 12的 真機的正面的一個對比 那你直接對比看下來 你可以看到整體的寬度 真的足足縮短了一半 而且你可以露眼看到 它的那個屏佔比 就是已經完全提升 那聽筒則採用了幹嘛 置頂到螢幕的上方邊緣 好 那但是呢 有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螢幕邊緣處好像回到了 像iPhone 11的那種2.5D的那種 2.5D的那個曲面玻璃喔 可是啊 也有人會說 它這個呢是不是P圖 把它先P圖合上來的 不是真的流出的一個真機的一個照片 好啦不管怎麼樣 現在都已經8月27號了 我覺得到時候邀請函一發出 到時候就會真正的完全曝光了 大家繼續期待吧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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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Tim哥以前的電商有活動喔 如果你是救會員的話 有一個救會員的優惠 8月19前加商城會員 且有安裝APP的人 有提供商城會員 專屬的不定時折迷券 然後使用期間可以到8月31 那另外呢 是全部的都可以參加 就是8月27到8月31 我們的商城是免運的活動喔 不錯吧 在講第三者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樣 我們的乾爹傑森通訊 他一樣有手機的活動 8月26到8月29 每人限購一台 那他有一個三星的S21 Ultra超破盤降 導演你知道他降多少錢嗎 多少 10310塊 也就是說他12GB的RAM加256GB的儲存空間 原價是39900塊 現在只要29590塊而已 然後他有蠻多的手機 但是這一個是我覺得降價幅度最多的 第二高的我也分享一下 第二高的是 也是三星 A42降了4800塊 6GB的RAM加128G的儲存空間 原價是12990塊 變成8190塊 哎呦還蠻抽值的 還蠻抽的 然後iPhone 12是降了4110塊 128G 從28500變成24390塊 好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我們下面有資訊欄 你點一下那個結晶通訊連結 你可以看到你家附近有沒有結晶通訊 好繞回來 那5倍券 5倍券 其實 媒體就有整理了 大家會問的五大的QA 好我們這邊就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5倍券的發放時間 行政院目前規劃是在10月初發行 誰可以領這5倍券 這第二題 全民 接口 而且不用再付1000塊錢就可以領券 那5倍券的面額呢 目前規劃是三張1000塊 兩張500塊跟五張200塊 那目前一樣無法找零 那5倍券可以用在哪裡 除了不能用在什麼繳稅繳罰單以外 那電商他們還是有排除 某部分的電商是被排除在外 所以有電商的白名單 到時候還是看他們公佈 所以他們還是主攻了那個實體的業者 那5倍券哪裡領 怎麼領呢 來在這裡 他說 若要領取紙本券 你要帶身份證健保卡到郵局 或者是網站預購 到指定的超商藥妝店去領取 那以我來講 我會用數位券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綁定信用卡 電子支付跟預遊卡的電子調整 那行政院 他另外有預計想要推出APP的平台 可以透過獨立帳戶 可以享受更多的優惠 那紙本跟數位券 都是規劃家戶綁定的方案 包含帶領者 所以意思是什麼 一個人可以一口氣最多領 5份的5配券 不然導演我幫你領好了 怎樣 我可以我幫你 我當你老闆那麼久了 享受一下這個福利 夠了 但我也不能幫你領好不好 這帶領要加戶 我們又沒有住 好哎唷 我不要可以住在一起 我不要 好啦 晚上影片 晚上見 拜拜 啊 我還是想夠了 我也是 你在閉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